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萨奇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作者是法国的提利 翻译谢惠心 这本书呢 是由米奇巴克出品 我来给你讲啊 萨奇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从前对马克思来说 一切都很简单清楚 第一 有些人有小鸡鸡 第二 有些人啊 没有小鸡鸡 第三 有小鸡鸡鸡的人 比没有小鸡鸡的人 强壮多了 当然 马克思是属于有小鸡鸡的咯 你可能会想抗议 不过对马克思来说 没什么好抗议的 从盘古开天以来 事情啊 就是这样 诶 你瞧瞧 比方说 那些长矛像 在长矛像的时代里啊 有些长矛像 有小鸡鸡 但 有些长矛像 就没有小鸡鸡了 到底 谁会比较强壮呢 当然是那些 有小鸡鸡的长矛像了 所以啊 马克思是非常得意 自己是属于 有小鸡鸡的一员 不过 女孩子们 就没那么幸运了 然而呀 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对马克思来说 女孩子 就是少了某样东西 不过呢 这些想法 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因为 萨奇 来到了马克思的班上 老师跟大家说 我跟大家 介绍新同学 这是萨奇 刚开始的时候啊 马克思 只会嘲笑萨奇 嗯 他只是个 没有小鸡鸡的人 只会玩洋娃娃 或者画些可爱的小花而已 可是有一天 上画画课时啊 发生的奇怪的事 萨奇正在画画 哇哦 你很有天分啊 老师一边说 一边将萨奇的画 给大家看 画纸上 不是什么可爱的小花 而是一只巨大的长毛像 马克思心想 这个女生 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接下来的好几天 和好几个礼拜呢 马克思 常常问自己 同一个问题 这个女生 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因为萨奇 除了会画长毛像之外 她居然会踢足球 还有一辆男生的脚踏车嘞 萨奇很会爬树 而且爬得比马克思还高 每次打架 她都一定会赢 天哪天哪天哪 这个女生 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马克思问了自己 好几千遍一样的问题 于是 一个想法 跑进了她的脑袋 她告诉自己 萨奇 一定是一个 很特别的女生 她想 萨奇应该有 其他女生没有的东西 嗯 没错 就是那个 萨奇是个 有小鸡鸡的女生 她属于 没有小鸡鸡的一群 但是 又有小鸡鸡 啊不行 这一定是卫装 马克思决定啊 要把这件事 查个清楚 只要她一找到 萨奇有小鸡鸡的证据 她要马上告诉所有的人 然后 就没有人会和她一起玩了 绝对没有 为了说到做到呢 马克思 开始偷偷地跟着萨奇 到处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例如 从厕所的门下面偷看时 她发现 萨奇是坐着 而不是站着上厕所 呃 但是 这又不能证明什么 每个人 都可以坐着上厕所啊 又有一次呢 马克思 在萨奇家过夜 不过 很不幸的 萨奇 在浴室里换衣服 当她出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穿着 有长毛像图案的 大睡衣了 这一天晚上 马克思 什么都没发现 还有其他的晚上和白天 都是相同的情形 唉 这种调查 实在是不简单啊 接下来的十几个白天和晚上 也都过去了 结果 马克思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夏天到了 萨奇和马克思 在露营时相遇 当他们的爸爸妈妈 正在搭帐篷时 他们喊着 我们要去游泳咯 萨奇和马克思 急着到海边玩水 所以啊 完全忘了要拿泳衣 当他们跑到海边 萨奇才想到 自己没带泳衣 糟糕 我们必须回去才行 但马克思觉得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于是他说 呃 没关系 我们什么都不要穿好了 马克思以为 想过身来 就在这个时候 马克思露出了一脸 木凳口呆的样子 他结结巴巴地说 呃呃 你 你没有 小鸡鸡 萨奇 萨奇 有小鸡鸡的人 有小鸡鸡的人 没有小鸡鸡的人 现在啊 世界分成了 有小鸡鸡的人 和有小妞妞的人 啊 原来是这样 其实 女生 是什么 也不缺 好了 小耳朵 今天的故事呢 花巴就给你讲完了 你会不会觉得 有些事情是男生才能做 女生不行呢 或者觉得男生就一定比女生强大呀 这个啊 就叫做刻板印象 其实不论你是男生或是女生呢 互相尊重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还说 如果有小鸡鸡的人 都能少一点恶作剧 不再认为 他们是最厉害的 这样对所有的人都会比较好 包括他们自己 嘿嘿 那么 花巴来问问你啊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 是男生能做 女生也能做的呢 来底下留言 跟花巴分享吧 我们 留言里见 晚安